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太阳河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来说 给动物们进行冬季体检更是难上加难 因为这里的居民多半都是在半野生条件下生活的 他们可没有动物园里的同类那么配合这项工作 犀牛体检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了 面对犀牛这个大块头 单凭体重测量这一项就足以难倒工作人员 为了给犀牛称重 工作人员大动干戈 可以说他们找来了所有体检工具中最大最复杂的道具 慢一点 慢一点 那边 您好 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做什么呀 做犀牛的那个悄悄板车辆犀牛的那个重量的用 我看咱们这下边是用钢架固定的 因为它犀牛的那个重量比较重嘛 那个单用板子的话呢 承受不了它的那个重量嘛 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钢架做一个直车嘛 然后它就比较牢够了 在非洲大草原上 一头成年犀牛的体重平均达到2.2吨重 给重量级犀牛称重 可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 工作人员不仅开来一辆1.76吨的小货车 还准备了1.44吨重的沙袋 全部装到车上 重量达到3.2吨 总的在这里等到我们把犀牛那个 引到那边位置的时候 我们再从这边减沙袋 就是达到一个平衡点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一个犀牛的体重了 明白了 等于这个是咱们现在预估的这个犀牛的体重 预估的没这么重 但是它从那个上来 它有一个臂力嘛 一个臂力那边就比较更重一点 然后我们这边就 就是它这个物体就更重一点 先做人的准备了 现在准备的这个重量是远远比那个犀牛 咱们预测的那个重量要重 对对对 等它上来之后咱们再减 对就是个意思 减到平衡点的时候就是犀牛的重量了 明白了 犀牛体检的道具准备就绪 但由于犀牛较为敏感 突然出现这么多陌生的动静 会影响犀牛的情绪 为了体检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工作人员决定先进行其他动物的体检 同时让犀牛适应这些道具的存在 于是我们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了下一个体检对象的领地 对身材小巧的疯猴进行体检 工作人员先引用疯猴爬上树枝 再将疯猴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垫子秤上 工作人员用食物引游疯猴 以确保她的身体完全在秤上 1.36 1.37 好了 就是1.37 你现在拿了一堆虫子是吧 嗯 是的 这是测它的什么 这是测它的捕食能力 捕食能力 你是直接放在这儿是吗 我直接我给它放在下面 哦 先让它看起 如果它白天的话 视力不是不怎么好 风猴是夜行性动物 由于怕光 白天它们的视力不好 大多数时间喜欢在树洞中休息 晚上出来觅食 它们的行动十分缓慢 因此又有懒猴之称 曾经有人观察过 风猴挪动一步 需要12秒的时间 不过在吃面前 它的速度可没有那么慢 没一会儿功夫 就连续把前面的几只虫子 全部吃光 然而这时 风猴的天敌来了 为了测试这只风猴的自卫能力 我们拿来了一只假老虎 并对风猴所攻击动作 当风猴受到威胁时 它们会激发一种毒液 并将毒液抹到牙齿上 用来攻击对方 可能是我们这只风猴比较聪明 它有感觉到 这些是假的 它没有什么生命体征 它这个嗅觉还是很好的 它嗅觉灵敏 嗅觉灵敏 它闻出来了 它身上没有老虎的味 没有 看来自卫能力的测试失败了 那么还有一项重要的攀爬能力检测 风猴表现如何呢 为了保证风猴的安全 工作人员准备了海绵垫 攀爬能力对于风猴来说 也非常重要 尤其是在受到威胁时 行动缓慢的风猴 必须具备能够快速爬上树的能力 开始 好 停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这只风猴很健康 尽管自卫能力测试失败 但在攀爬能力测试中 人为的刺激 还是让风猴有了明显的应激反应 这说明在受到威胁时 它具备能够及时躲避敌害的能力 当然要接受体检的灵长类动物 不光是风猴 还有长臂猿 长臂猿因其前臂肠而得名 它们通过前臂的力量 可以在树林中随意穿梭 因此在这次的冬季体检中 不得不做的就是长臂猿的避离测试 工作人员标注了四棵树干 每棵树之间的距离分别为两米 三米和四米 观察员通过投石 引导长臂猿进入测试状态 根据长臂猿的正常臂猿 三米的距离应该是合格的标准 也就是说长臂猿要成功从第二棵树 荡到第三棵树上 才算体检合格 聪明的长臂猿像是提前知道了考试题一样 一个挨一个荡到第三棵树 可就是不去挑战更远的距离 为了能让他们挡得更远 测试没有停止 可长臂猿们可不愿意跑来跑去 于是他们开始罢工 甚至直接跑到观察员手里 抢吃的 他这是着急跟您要是吧 我跟这要食物 生气了 一阵斗志昂阳的合唱后 测试才得以继续进行 长臂猿员们轻轻松松 就通过了毕丽的考核 这对天生励志的他们来说 根本就毫无难度 不过说到天生励志 下面这位是天生有个豪嗓音 随着这阵歌声 我们见到了这位白梅大侠 白梅长臂猿 具有独特的鸣叫方式 且叫声洪亮 被称为森林中的歌唱家 因此他也被加入了 这次体检的行列 检测一下他叫声的分贝 长臂猿员 鸣的叫声十分红亮 几千米外都可以听到 他们每天早上都会大声提叫 声音好像呼克呼克 因此他们又被叫做呼洛克园 经测试 这只白梅长臂猿员的叫声 达到了124.6分贝 伴随着他美妙的歌声 第一天的体检工作顺利完成 第二天一扇 晴空万里 随着一声哨响 小熊猫的体检开始了 工作人员在观察员腿的一侧 贴上了一米的标尺 用来测量小熊猫的身高 并准备了一个秤 用来给小熊猫称重 在苹果的引诱下 小熊猫们表现的异常配合 无论是量身高还是测体重 进展都十分顺利 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但还有一项最重要的体检 那就是小熊猫的攀爬能力 它们必须能够爬到高而细的树枝上 这样才能在遇到危险时 躲避敌害 工作人员准备了三米的标尺 测试开始了 只见小熊猫无所畏惧地爬上树 很快就到了三米的高度 超过三米的位置 开始有更加细的树枝 观察员引诱它爬上树枝 只见小熊猫在杂乱的树枝间 显得无比自如 看来它的攀爬能力是合格的 可谁想这时候 另一只小熊猫突袭而来 两只小熊猫在树上相会 这可让体检工作是半功倍 在食物的引诱下 两只小熊猫乖乖地下了树 测试还在进行 似乎它们的攀爬能力都是一流 可这时候意外出现了 刚刚上树的这只小熊猫 似乎是看到了树下前来抢食的同伴 情急之下另辟心境 可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 这只小熊猫真是进退两难 如何下树成为了它此时最关心的问题 面对这只无助的小熊猫 观察员想用自己的肩膀帮助它下树 可小熊猫根本不领情 硬是要自强不息 自己下树 悬在半空的小熊猫突然跳了下 一个惊险冲刺和华丽转身后 它在草丛中完美亮相 小熊猫体检结果 体重3.8到5千克 身高75到85厘米 对于成熟阶段的小熊猫 身高体重都在健康合格的范围内 而攀爬能力所有的小熊猫全部达标 甚至有个别小熊猫展现了它独有的弹跳能力 这个小小的意外恰恰说明 小熊猫在遇到险情时 有着很强的自我解救能力 完成了小熊猫的体检后 接下来工作人员又将面临大型猛兽 黑熊猫的体检 观察员常年出现在黑熊区 因此只有它们才可以接近黑熊 没一会儿功夫 黑熊就上秤了 但由于秤太小 秤重工作似乎还是有些难度 这一下黑熊着实吓了一跳 它这火爆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这次黑熊也长了记性 它立着身体坐在了秤上 总有一只脚踩在地上 前爪更是死死扒住显示屏 生怕摔着自己 无论观察员怎么摆弄它 没一会儿功夫 脚又下来了 看来黑熊是本着 坚决不从秤上掉下来的心态 好不容易脚上去了 又看不到显示屏 显示屏露出来 脚又下了地 就这样一来一去 折腾了好一阵 黑熊干脆站了起来 可谁知 它为了抢观察员手动的蜂蜜 大乘彻底打翻 这下可把黑熊气坏了 观察员用美食安慰它好一阵 它才肯再次配合 经测量 这只黑熊体重一百二十五千克 而接下来 要测量它的身高和体长 最终确定它的身体比例 是否正常 经过测量 这只黑熊身高1.5米 体长1.05米 这和一百二十五千克的体重 简直就是完美的比例 标准的美男子身材 随着动物冬季体检接近尾声 犀牛的体检终于拉开了帷幕 经过了几天的时间 犀牛已经渐渐习惯了这些道具的存在 同样由观察员将犀牛吸引到体检区 身高体长的检查相对简单 观察员只需要用嫩草将犀牛吸引到标尺下 再由记录员在对面的平台目测并记录下数据 很快 犀牛的身高和体长就测量完毕 接受体检的两头犀牛 身高分别为1.3米和1.2米 体长分别为3.4米和3.2米 接下来就是体重的测量 重头戏即将开始 从它的身高和体长来估计 它的体重都应该超过2吨 那么这两头犀牛的体重能达到2吨以上吗 这个巨型悄悄板又究竟能否成功给犀牛称重呢 犀牛称重终于开始 可是这时天宫不作美 突然下起了雨 不过雨水丝毫没有影响 犀牛对嫩草的兴趣 终于犀牛四只脚同时踏上悄悄板的另一端 工作人员连忙开始卸纱袋 为了稳住犀牛 观察员始终在一旁抚摸犀牛 这时悄悄板开始倾斜 或许是工作人员太过着急 纱袋卸得太快 倾斜越来越严重 木板的晃动惊吓到了犀牛 而犀牛稍微变动位置 悄悄板就会来回摆动 眼看这种情况 工作人员马上开始加纱袋 这次他们也长了记性 放慢了速度 一边观察一边增加纱袋 直到悄悄板相对平稳 咱们刚才这算测试成功了是吧 成功了已经成功了 那咱看一眼它猜有多重吧 它胜了多少 经过清点 剩余在货车上的沙袋 共计370千克 加上货车总重是2.13吨 也就是说这头犀牛的体重为2.13吨 虽然雨越下越大 但工作人员们还是干尽十足 接着又测量了另外一头犀牛的体重 最终测量体重结果为2.33吨 这两只健壮的犀牛 体重都达标 并通过了体检 野生动物的冬季体检终于完成 尽管曲折不断 意外连连 但令人欣慰的是 这些野生动物都通过了体检 因为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 它们才能够安稳度过寒冷的冬天 这是一场别开生命的竞技比赛 挑战者究竟是自不量力 还是身怀绝境 久不盛名的选手 能否捍卫自己的荣誉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动物五连大会